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在美国断供中国芯片两年后 芯片巨头英特尔日前发布了一份惨淡的年报 英特尔2022年营收为631亿美元 下跌20% 净利为80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下跌60% 更为糟糕的是 英特尔在2022年第四季度经营状况急转直下 转营为亏 营收下跌32% 财报发布后 英特尔市值蒸发近1200亿美元 从2022年6月开始 英特尔股价就创下连续四个月持续下跌的记录 英特尔三家设备供应商KLA 应用材料 范林集团股价也下跌了2%至7%不等 这家芯片巨头究竟怎么了 华尔街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经济衰退的阴影下 全球商业客户都在缩减数据中心的支出 失去中国市场 正在让美国芯片行业不得不面对产能过剩的危机 英特尔芯片库存过剩成为其业绩表现糟糕主要原因 英特尔目前的库存价值132亿美元 相当于约151天的库存 这个库存量以及库存时间在行业内都属罕见 有金融机构还指出 英特尔明知道渠道库存水平高涨的情况下 以价格和产能作为武器 在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崩溃迹象的情况下 仍继续超额出货 这种半破坏性的行为 会给自身经营带来沉重的压力 从2015年开始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英特尔的第一大市场 2011年起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PC市场 拥有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业务 但基辛格没有提及的是 英特尔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同样不佳 在2022年 中国大陆市场的营收同比2021年下滑了25% 随着中国的放开 中国经济将出现复苏 连续7年成为英特尔第一大市场的中国经济复苏 对英特尔来说是一大利好 但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 华为等民族品牌被针对 会让中国市场的消费者 对美国品牌有种发自内心的抵制 也是为什么英特尔在中国市场业绩 同样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 即便中国经济复苏 也很难对英特尔的业绩 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英特尔作为全球CPU巨头 其业绩的表现和下游的PC市场 以及服务器市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也是英特尔最重要的两个市场 但在全球范围内 这两个市场都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后 表现开始低迷 报告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PC出货量下降28.5% 在个人PC芯片市场占有70%市场份额的英特尔 自然受到巨大的影响 整个2022年 英特尔与PC相关的客户端计算事业部 营收317亿美元 同比下滑23% 但在第四季度下滑幅度高达36% 全球PC业务萎靡 给英特尔带来的影响肉眼可见 受困于全球经济的下行 企业对数据中心的支出 正大范围的缩减 办公电脑的采购也正在放缓 从全球连续多个季度PC出货量的下滑 就可见一般 当然不止PC芯片 手机芯片市场也正风雨飘摇 全球智能手机四季度出货量 大幅下滑18.3% 尤其是除苹果外的企业 降幅都令人触目惊心 本来是服务器芯片市场一哥的英特尔 还遭遇了AMD等竞争对手的蚕食 老对手AMD同期营收增长70.13% 无论是在移动笔记本 台式机 服务器 还是整个X86市场的份额 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情况 有消息称 英特尔今年计划削减 30亿美元的成本 全年资本支出约为200亿美元 为了削减开支 英特尔也加入了硅谷裁员的大潮 将裁撤位于硅谷的数百个工作岗位 在去年年底开始裁员后 又一次裁员 未来是否还会裁员 都是未知数 英特尔今年上半年 德国工厂的建设计划 也已被推迟 英特尔只是芯片行业的一个缩影 美国科技行业纷纷裁员 则是对领东将至做出的具体回应 不少华尔街分析师悲观地表示 随着芯片公司的历史性崩溃表现 势必会引发芯片股抛售 将进一步影响市场信心 势必会加速美元流入新兴市场 这势必会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下 美联储加速转向的逻辑 近日 龙星中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3A6000已经交付流片 在LUNAX生态上 局部超过ARM和X86 熟悉芯片研发的用户都知道 ARM架构和X86架构 是PC端芯片的主流架构 是高端芯片架构的标杆 因此 龙星3A6000的部分新技术 还在这两个架构之上 那么3A6000芯片有多强呢 据悉 龙星3A6000采用了12nm制程工艺 性能跑分在上一代芯片的基础上 提升60% 据业内人士分析 龙星3A6000的IPC性能 将达到AMDZ1N3和英特尔11代酷睿的水平 如果这个分析属实的话 那么龙星3A6000的性能 达到PC端芯片的主流水平 当然 和英特尔AMD最强的处理器相比 龙星3A6000还有不小的距离 更何况还在流片阶段 以量产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即使如此 龙星3A6000对英特尔AMD 也造成不小的压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龙星科技的LongArch架构 得到第三方机构的分析验证 通过对LongArch架构的指令系统 寻止模式进行分析 第三方机构得出结论 这都是龙星科技自主研发 其次 LongArch架构并未对主要指令系统构成侵权 因此 龙星3A6000不存在模仿 抄袭AMD 英特尔芯片的风险 基于第三方机构的结论 龙星3A6000是一款 完全自主的国产PC端芯片 而中芯国际在 是4纳米工艺制程的突破 长电科技在4纳米封装技术的改进 这也加快了龙星3A6000国产化的进程 按照国内半导体企业的发展速度 龙星3A6000可以做到百分之百自主研发 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现百分之百的自主生产 面对龙星芯片的快速崛起 连外媒都在感叹 英特尔、AMD再不退出新芯片就危险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龙星科技从2002年成立开始 相继发布了龙星2B 龙星3A4000 龙星3A5000等PC端芯片 仅仅20年 龙星科技就走完英特尔、AMD30年 乃至40年的路程 如果给龙星科技足够的时间 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竞争 龙星科技敢超英特尔、AMD 未必是难事 除了龙星 我国还在推动RISCV架构 RISCV的开源特性对于美企来说 即便ARM能称得上自己人 但资本追逐的永远是利益而非主义 利益受损 冲突就成了必然 RISCV是精简指令级 核心指令仅有50条左右 但支持模块化是RISCV的一大优势 尤其是5G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设备碎片化极其严重 基于RISCV打造的芯片 可以满足从电子手表到超级计算机各领域的需求 在提升数字新基建效率的同时 还能有效控制成本 高通表示 自骁龙865以来 高通就在底层藏着RISCV架构 并且出货了IISCV累计6亿多个 此外高通还表示 未来将会加大对RISCV架构的研发力度 适当的时候将取代长期以来所使用的ARM架构 英特尔更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基于RISCV打造新的CPU 去年6月 英特尔正式宣布成立RISCV实验室 基于RISCV架构打造用于云计算 AI 物联网等不同领域的高性能芯片 近期有消息称 英特尔全新RISCV内核处理器 将基于Intel 4工艺打造 这是英特尔的7纳米工艺 对标的是台积电三星的4纳米制程工艺 作为IISCV领域的领军企业 阿里去年10月贡献的RISCV移植代码布丁集合 被安卓社区收入进了系统源代码 而在去年12月举行的RISCV峰会上 谷歌正式宣布商业版 安卓将支持RISCV指令级架构 这就意味着安卓将正式开启 对RISCV的原生支持 当高通 谷歌 英特尔等美科技巨头 相继加入中国阵营 意味着我国所推动的 RISCV生态也将越来越完善 乘着物联网产业发展之风 未来必然能与X86 ARM三分天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